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十三节至十四节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第二十一节至二十三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感谢主的话语 接下来请我们的牧师 葛牧师 来为我们正道得胜者的条件 好 听众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得胜者的这个系列 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 今天已经是第四次了 那我最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 那么我听到好不容易 不能说好不容易 就是说应该是很难得 竟然听到有一个网站 上面把林道亮牧师的一个信息 然后把他的录音 把他这样子上传了 我就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回应 有一个就说很宝贵的声音 那么我就听到他在唱一首歌 所以我就想说 就让我想起以前林院长 也教过我们这首歌 这是一首很老的歌 可能老一点的 应该讲说信主比较久一点的弟兄姊妹 可能大概也会这个调子 但是他把他歌词改了 这首歌是一个得胜者之歌 所以我们可以 请高牧师帮我们来弹琴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我们一起来学习唱这首歌 这首歌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林道亮牧师 他所讲的这个得胜者的内容 做了大概有五节 第一节讲说 主啊你有 主啊你有 永生之道 我还归谁呢 那弟兄姊妹 你如果熟悉这个调的 试试看 我们可以一起来唱 好 主啊你有 主啊你有 永生之道 我还归谁呢 主啊你有 主啊你有 永生之道 我还归谁呢 被造的多 宣伤的少 我有被造而又宣伤吗 被造的多 宣伤的少 你有被造而又宣伤吗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来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来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第四节 你要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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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你要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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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第四五节 基本上这五节 其实就是五段圣经 但是这五段圣经 你可以发现非常宝贵 弟兄姊妹 你像这里 圣经节所说的说 主啊 像彼得说 主啊你有 永生之道 我还归谁呢 就这么圣经上说 被造的多 选上的少 很多人把这段圣经里面 当作是得救的问题 上礼拜我讲过 我们一讲呼召 我们就想什么 我们就想到那些 去做传道人 所以如果 这里讲的被造的多 那应该是传道人 去听的事情 不是 这个地方讲的就是 每一个 我们信靠耶稣的 都是被神所呼召的 被神呼召的人很多 但是被神选上 被拣选的 来做得胜者的 跟主一同做宝座的 确实不多 那你有被招 而又被选上吗 兄姊妹 今天我们继续的 要来看看 这个得胜者的道路 最近我们在早上的 这个灵修里面 我们刚读完 马太福音第七章 我们讲到 其实今天的进度 就是把马太福音第七章 我们所要讲的这个经文 我今天早上 就会把它讲完 所以礼拜六 昨天我们在讲什么呢 你们还记得吗 如果你有参加承导的 礼拜六我们讲什么 我们讲到 先知和 这个就约律法的 这个一切的总纲 是不是 律法和先知的 这个道理的总纲是什么 你们愿意 人怎么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么样带人 是不是 那就准备 接着 在那个之后 其实今天的进度里面 就要讲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经文说什么呢 马太福音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 第七章十三十四节 在这里讲了说 我们一起来看 一起再来看 好吗 弟兄姊妹 我鼓励你就是你现在有圣经 把圣经放在旁边 因为今天我们的经文 我们可能要翻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七章这里 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呢 耶稣说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的人也少 好 这一段圣经里面 出现了一个神学上的问题 这段圣经出现什么问题呢 一般你如果去查这些参考书 或者是你上网去查 有关这一段的经文 我可以告诉你 可能90%甚至95以上 都在讲这段圣经里面 是讲到有关得救的问题 因为你注意看 他说因为引到灭亡 有没有 他说引到灭亡 你注意看 他说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好 那丁世卫最请注意 这里提到说 引到灭亡 那个门是宽的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进窄门 我们要走小路 因为这个进窄门 走小路是引到永生 对不对 那个宽门大路 是引到灭亡 好了丁世卫 当我们一想到灭亡 我们就想到什么呢 就是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会变吗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怎么样 反得永生 有没有 所以很多人 我们一看的这段经文 把这个灭亡 就想到那个约翰福音 三章十六节 想到三章十六节的时候 就想到那是得救的问题 丢着呗 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好好读圣经 特别很多时候鼓励弟兄姊妹 如果你可以读点英文 甚至你可以了解原文的意思 不是为了要表示我们自己学位有多高 而是因为你会发现在翻译语文的当中 有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误解 如果你去看原文里面 这个灭亡 它原来的意思是糟蹋 还也可以翻译成枉费 就是它有好多的翻译 它不是只有一种的翻译 这边把它翻译成灭亡 所以我们中国人一听到灭亡就是什么 就是死嘛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是不是 那所以约翰明三章的十六节又是讲灭亡 所以你们两个灭亡加起来 哎呀 那就是有关这个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了 弟兄姊妹 这一段圣经里面 他所讲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就需要来明白 耶稣在这个从这个十三节开始 接着就连续的提到一个对比 第一个就是提到两种的门路 到后面提到两种的果树 再过来提到什么呢 两个根基 有没有 两种根基 最后面就讲两种教训 所以耶稣在这接下来 在这个所谓的天国的这个信章的 最后面讲了这个很多的对比 他在这边讲的两种的门路的时候 他至于你到底是在讲什么 如果按传统很多的人的解经 这里是有关得救的问题 出了一个问题 神线上出了一个问题 请问得救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什么 得救的条件是什么 信 对不对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因着信 所以弟兄姊妹 没有加上任何的行为 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以夫所书那边清楚的讲说 他说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 免得叫我们置跨 所以这笔讲说 那个灭亡 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表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的 懂这意思吗 比较好走的 请问你开车到Sacramento 请问你要开哪一条路 我们当中这个 五号是不是 你说不 我就是要走local 我还不知道local可不可以走到 可以吗 ok 一号平行 有人走过吗 我曾经好像走过一段 好长啊 然后又不是 风气是好看 但是不太好看 那弟兄姊妹你看 我们都会选这个宽的路区 这个宽大的路 是不是 没有人会去走窄门小路的 鼠林上面你也会发现是如此 没有人会喜欢窄路 没有人窄门 没有人会喜欢走小路 没有人喜欢走那个不容易的道路 大家都喜欢走什么 宽门 都喜欢走大路 但是亲里丢着美 这里提到说宽门大路 是引到什么 灭亡 那这个灭亡是什么 灭亡就是在 这个马太平二十六章第八节 还记得那一个有一个女人 他把这个自己的 可以说一生的积蓄的 所用的针拿刀消肝 把他打破 然后胶垫在替耶稣抹他的脚 还记得吗 门徒看见了就说什么 门徒看见了就说什么 门徒看见了很不高兴啊 说何必这样枉费呢 那个枉费这个字就跟灭亡 原文是同一个字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枉费这个意思来看 枉费就是浪费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 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 那个引到灭亡 那个带到灭亡的这个门是宽的 就说这条这个宽门 这一个大的路 许多的人走在这边 会把你带到一个浪费 糟蹋 这个好比就说什么呢 今天得救 好像说我们今天一个人他上学 是不是 他住了车 结果住车之后呢 他就在学校里面也不好好练书 成绩就是很糟糕 就被这个当掉了很多科 甚至最后被学校退学了 小学都没有毕业 那就是这个叫做浪费 是不是 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也是如此 虽然主用他的重价把我们买熟了 我们今天信了耶稣 我们得了这个恩典 是不是 神不是要我们只是在那边得救之后 在那个地方做做礼拜 神要我们得救了之后 要我们继续的能够追求做得胜者 但是呢 我们选择比较轻松比较容易的 每个礼拜做做礼拜 想来就来 想不来就不来 多好 是吗 兄者妹 主耶稣说 这个是浪费 你浪费了上帝的恩典 你糟蹋了上帝的恩典 在这个2020这个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里面 就这个就发生了这个报导了一个 这个新闻报导什么事情 报导说洛杉矶有一个地区 大概就是在罗兰高那个地区 那么有几个中国留学生的女孩子 就集体的在欺负一个 甚至可以说是略带一个 另外一个女同学 用烟头去烫她 什么样子 我不要讲太低贴 很残酷的 看到报纸都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样子 这样子残忍的这些孩子们 后来被这个警察 去报警察之后 就警察把他们直接抓到 全都是年轻的 有好几个还是未成年的 还不满18岁的 但他们做了这些事情 他们还不知道 他们还不知道这些事情多么严重 在美国这样子用酷刑去略带别人 是可以判重罪的 是可以判终身监禁的 但最后还出了一个事情 就是其中一个家长就从中国 就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子 派人就送钱去贿赂 那个这个警察还是警察检察官 这个又被又加了一个罪 那弟兄姊妹 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看见 今天很多的孩子们来这边练书 他爸爸妈妈觉得他在这个地方练书 应该是这个将来以后 功成名就可以光中要主 没想到在这个地方乱七八糟搞这些搞那个 我记得在去年还是前年吧 我就听说在我们Torrents这个地区 也是有一些的孩子们 他们去读高中 结果呢 后来被学校退学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外面跟女孩子同居了 这个去酒了 这个就是乱来 好 那所以这个 这是一个教会学校 所以他们看了这种情形 他们就很难过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人都吃掉了 那么从此之后 对中国来的学生 也可以说是有点变成是 很非常的严格 甚至是不招收了 那这个情形就让我们想到说 就是在这里所说的 浪费了 忘费了 糟蹋了 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糟蹋了 把父母亲给我们的这些的辛辛苦苦 他赚钱要来帮助我们在这里读书的 这些孩子们 把父母亲的心血 心这个完完全去的浪费了 兄弟们 今天很多基督徒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浪费糟蹋 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讲的 这个登山宝序里面 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我们 就有两个道路 你选择要走哪条路 第一条路是宽门大路 第二条路呢 第二条路是窄门小路 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 这个窄门小路是什么意思 好 这又出现另外一个 也是让我们更加是 跟刚才会有同样的印证 你看吧 又讲到永生 有没有 前面讲引到灭亡 接着又讲永生 所以这不是讲得救是讲什么呢 所以也难怪很多的解经家 或者是这些 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 他要不然就是讲说 这是得救的问题 要不然就是你看完之后 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就是解的不清不楚 我看过 我看到好多个将说 他说你看 虽然我们都知道 得救是白白的 是神的恩典 只要相信的 但是呢 这段经纪就告诉我们说 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的 这个一听起来奇怪了 前面讲的没有错 后面又突起来说 但是我们还是从这段经文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 对圣经的不了解 就是我们看看这段 讲永生是什么 永生其实在圣经当中 有四种的意思 至少四种的意思 但是呢 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讲 但是我们今天看看 其中主要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讲到 永生就是神的礼物 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如果你看到的话 你跟我一起来练 好不好 预备 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所以前面这个恩赐 就是后面这个永生 所以从解经 已经解经的角度来讲 这一节圣经本身就解释 什么叫做神的恩赐 神的恩赐 就是永生 但是恩赐这个字 我们中文翻译 我们中文翻译把它翻成恩赐 其实它原文里面 英文可能翻得比较更好一点 英文把它翻成gift 我们都知道什么叫gift 是不是 gift是什么 圣诞节到了 那我们要送什么 送给你一个gift 一个礼物 所以这里讲神的恩赐 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这个礼物是什么 就是这个永生 好了 那么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永生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我们看 马太福音25章46节 马太福音25章46节 这里讲到说 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 那些艺人要往永生里去 看到没有 那这个地方又让人产生一个 会很容易误解了 因为一方讲的永行嘛 另外一分就讲的什么 永生嘛 所以我们一想 永生就是所谓的得救的问题 对不对 那永行是什么呢 就是不得救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很自然 我们就这样子解释了 但是你如果看这段圣经里面 他在前面的34节 他的上下文里面 他讲到 他说 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 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请你注意 这里提到说 承受 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看到没有 你如果从这一个上下文里面来看 这不是指的现在的 这是指的将来的 这边讲到预备的国 所以国度 其实如果我们读过神学的 你都知道 国度 我们在神学上面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是不是 国度已经临到了 但是呢 又还没有完全的临到 所以 已经临到了 耶稣说 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 是不是 因此那是已经临到了 所以凡是信耶稣的人 他就已经 神的国就在他的心里了 但是你们准备 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 对不对 所以神的国 并没有在这些人身上 因此教会就是 神的国的一个所以 当神的儿女们 聚集在这一起 聚集在一起 让神的主权 在我们这个当中 完全的彰显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国 可是弟兄姊妹 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神的国 在现在虽然已经临到 可是他还没有完全的实现 所以我们称这个 现在这个 这个已经临到了 这个国度 叫做准备时期的国度 那将来要实现的 我们叫做实现时期的国度 这样子你就比较清楚了 所以这个地方在讲什么呢 这个地方在讲 那个实现时期的国度 也就是新天新地 神的国要完全的降临 那时候再也没有 所谓的不信不信的人了 那时候再也没有 那些所谓的撒旦了 也再也没有 这些的东西了 所以神的国 完完全全的彰显 神的主权 完全的在这里 这个掌权 弟兄姊妹 那个叫做实现时期的国度 因此 弟兄姊妹 主耶稣的 那个实现时期的国度 要降临 主在这个地上 在预备什么呢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主成 需要什么 一个国家的主成 需要三个要素 哪三个要素 人民 土地 主权 是不是 好 主权没有问题 上帝就是上帝的主权 那么 土地呢 土地有没有问题 上帝需要买土地吗 我们是不是要帮上帝 预备土地 不需要 是不是 其实我们的心 就是那个土地 是不是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要预备什么呢 他要预备人 他要预备人 所以马太福音 24章那边告诉我们说 这天国的福音 要传福音 向万民做见证 所以主要得着 各处各地各方的人 要使他们认识耶稣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是主再来 必须要发生的一件事情 才会成就的 主的国才会领导的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在这个 希伯埃书那边 就讲到说 耶稣基督因为受死的苦 得了荣耀 对不对 他还要领许多的儿子 进荣耀里面去 那个许多的儿子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得胜者 所以 在这个地方讲到 要引到永生呢 其实这个意思呢 不是指的说 就是上天堂 我们华人教会特别喜欢 一讲到永生 怎么样 就是上天堂 这个你不用讲 连这个不信耶稣的人都会 特别我们这种 有佛教背景的 有没有 你会 原来他也讲永生 没有错 他也讲永生啊 因为佛教也讲这个东西啊 西方极乐世界 但对我什么极力记得 永生不是只有天堂啊 在这个地方 让我们看一下 永生就是主的国度 所以这一个翻译 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的最好的翻译 这个引到国度去的 这一个门是窄门 这个路是小路 那对我什么 请你记得 这个引到 这个国度 引到这个天国的意思 不是指的得救是窄门 请你记得这件事情 得救的是那个宽门 是那个大路 这个神愿意万人得救 所以才会让这个恩典 或者这个门槛放得这么低 对不对 请问怎么样子可以得救 怎么样可以得救 信 信就好了 怎么简单 有没有说 Andy 请你付一百万美金 我就让你上天堂 天主教就搞这个东西 在中世纪黑暗时期 天主教就把这 发明这些赎罪券 对不对 你犯了多大的罪 越大的罪 要付更多的钱 等等这些东西 这不是圣经上面的 救恩是白白的 救恩是信 就有了 所以看宽门 这是大路 但丢子妹 与主同长亡权 在主将来的国度里面 跟他一起来管理 这一个标准就不一样了 这个标准就是要走小路 要进窄门 好 那么 注意一下 刚才我们讲到永生的时候 他前面加了一个什么 这也是我们比较不寻常看的 他说引到永生 有没有 前面讲到引到 后面讲到 后面讲到引到 这两个的引到 都代表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动作 一个行走 所以那是一个 往一个地方 往一个方向 把人引到国度里面去 所以进窄门 走小路 是要引我们 换句话说 我们要做神国的得胜者 我们要跟主一起做王掌权 那么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件事情 或者说条件 就是进窄门 走小路 所以简单的说 引到永生 不是引到天堂 不是得救 引到永生 是指的 进国度里面 跟主一起同掌王权 Amen 好 那弟兄姊妹 我们清楚了 这一段圣经之后 你才能够明白 后面 接下来我要讲的 所以 在这个 在这一条 在这个讲完之后 耶稣接着你来注意看 在 接下来 我们他讲到 假先知跟真先知分别 有没有 是不是 然后接着又就开始讲到说 反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 不能够都进天国 有没有 那有人说 我奉主的名 敢一病敢鬼 这些人 是不是将来就能够进天国呢 可不可以 好 这很有意思 他在这个地方 我大概你如果注意 你去 你去看这个 有关这段经文的解释 也大部分都是在讲到得救的问题 因为一看到天国 大家就是马上想到得救 这就是不了解 这个国度的意思 好 那就是为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请问这样的人 认不认识主 认识主 得救不得救 得不得救 应该得救了 我不敢替他们打包票 因为有的人 虽然嘴巴 阻啊阻啊的 他们必定得救 是不是 但是这段经文里面 主耶稣在这边是指的什么呢 这些人 虽然他知道主 他认识主 他也得救了 他也称主 对不对 他也承认主的名 但是 问题在这里了 这里说什么呢 你注意看 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哎呀 这个又来了一个神学上的问题了 刚才穆斯尼不是才说 得救可以上 可以 这个先人 这个称呼主 就是得救了吗 对不对 那这里又讲说 不能都进天国 所以这里到底是什么天国呢 对不对 所以 解经要看上文下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耶稣前面讲到 引到天国 我们已经清楚知道了 那边讲的是指的 指的将来实现的 时期的国度 对不对 好 那弟兄姊妹请记得 这些人 他们已经 称呼主啊主啊 他们已经得救了 但是他们 却不能够进天国 对不起 正确的说 他们不能都进天国 意思就是说 不是他会 他不是他信耶稣 他口称主耶稣 基督为主 他就进 他就能够进 这个所谓的 这个的国度 也就是说 这里的天国 就是指的说 他不能够 跟主一同 在神的国度里面 掌权 好 再看下去 我们可以更清楚 接着他又提到 另外一种叫做 医病赶鬼 是不是 这个武功更高强了 这应该更爱主啊 对不对 他们能够医病赶鬼 你看了没有 结果他说什么呢 他说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凤梨的名传道 凤梨的名赶鬼 凤梨的名行 许多艺人吗 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 怎么样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哎呀 看到这段经文 你更证明说 哎呀 这一定是讲得救的问题嘛 主都不认识啊 对不对 而且主又说 他们作恶嘛 我不会作恶 如果你参加我们成长 你就会知道了 这个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 这个地方讲到 认识什么意思呢 这个地方认识什么意思 认识 好 我称呼主名 一病赶鬼 好 那我就先讲一个例子好了 我想可能我们很多人 都认识一个 美国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 叫做Benny Hinn 中文把它叫做翻成星班尼 有没有 我亲自参加过他的聚会 很多年前 大概是将近已经三十年前 我在Costa Rica 参加一次的聚会 五万人 他在那边讲到 他很喜欢穿一个白色的西装上下套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 然后 那他的 他的聚会里面也非常的 常常很夸张的 一开始他就开始 就没有 就开始就 拿个麦克风就 呼 呼 就是 那意思就是说 他将一挥手 下面人通通就倒了 那 在他的解释里面 就这样一倒了 那就是神医治了 他曾经在他的聚会里面 公开宣称说 凡是 他 他医治的 没有一个 凡是他祷告过 全部都会 都会得医治 但是其实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不是说他没有医治过人 神也怜悯 也让有一些人得医治 但是不是说每一个人经过他祷告都得 都得医治 那么最近 去年吧 2018年 不是去年 前年 前年他的侄子 就写了一本书 把他从小跟着这个 这个侄子 他叫做 叔叔 是不是 跟着他的uncle 一起去世界各地 他们等于是一个家族事业 跟他一起去讲道 一起去带领聚会 等等等等 这些的 把他写出来 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他看见这些东西 他们越来越多的认识 圣经查考之后 他觉得说 他说 他们这样做是错的 他说 我不能够想象 我们在这个地方医治 并不道 可是我们却过着那样子 奢侈繁华的生活 我曾经听过台湾一个教会的牧师 也是一个很有名牧师跟我讲说 他说他接待这些国外来的讲员 他也真的是看透了 他说这些国外来的讲员 一来台湾的时候 他第一个先跟你谈价 一场聚会十几万美金 我要做头疼仓 他还可以有他的神学根据 上帝的仆人应该得最好的 都是这些人 所以他的侄子讲完之后 接着两个月之后 他自己也公开的 就承认 他说我过去对圣经 对神的话不认识 因此他说成功福音 这是偏颇的 代理人偏离了圣经 他说这个福音 不是用钱可以来卖的 他经常会在聚会当中说 你奉献一千块美金 神就祝福你等等这些 兄弟妹 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些 奉主的名 一并赶鬼的 他在主的面前 主说我不认识你们 这很严重 所以这个到底是在讲什么 不认识 不认识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作恶的人 作恶是什么意思 作恶在原文里面 就是不守法的意思 不守法 什么法 美国的宪法吗 不是 这个法 就是天国的法 换句话说 什么是作恶呢 主说你这个 不遵守我话的人 你这个不遵守我 不听我 不遵守我的旨意的人 这个叫做不守法 他说我不认识 你们的意思是什么呢 认识这个字 其实也可以把它翻译成 认可 或者是承认 换句话说 这些人在那边讲道 在那边赶鬼疑病 可是主有一天说 我根本不认可你所做的 也许这个你会想 这个就是你们牧师 自己要检讨了 这都是牧师才会有这个问题 丢子妹不 你不要读圣经的时候 就替别人读 你自己是做主学老师的 你自己做查经班的 你做门训导师的 或者你是在小组里面 做小组长的 或者是代理别人查经的 亲爱丢子妹 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你奉主的名在那边 代理别人查经 代理别人这个讲道 讲这个 代理教主学 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你做这些东西 如果你自己 不照着神的话去做 你就是跟这些人的 结果一样 主说我不认可你 我不认识你 我不承认你 你做的这些都没用 听说这个给我们 一个很大的提醒 是不是 所以 那丢子妹 什么样子的人 才能够进入天国呢 换句话说 什么样子的人 才能够跟主 一起掌权呢 这里说 唯独怎么样 遵行神旨意的人 丢子妹 狭隘的来说 这边讲到神的旨意 特别针对马太福音 第五章到第七章 整个马太福音 第五章到第七章 人称它叫做 天国的宪法 Constitution of Kingdom of God 我们都知道 美国宪法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现在美国这个法律里面打战 打到最后 一定打到最高法院 打到最高法院的时候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 在那边投票决定 到底该怎么样子 判的时候 他最后一定要根据宪法 所以美国的宪法 是这个国家最重要 最根基的法律 弟兄姊妹 所以同样的 天马太福音 第五章到第七章 是整个圣经里面的 可以说是钻石 可以说是宝石 那这一个 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跟谁说的呢 有人打你用脸 怎么样 昨天给他打回去 这是跟谁说的 你注意看 在马太福音 第五章的时候 第五章的时候 耶稣在这个地方 你很快地看一下 第一节就在讲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 就上了山 既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所以 接下来这个 第五章到第七章 耶稣跟谁说的 跟这些门徒们说的 换句话说 这是将来神国度的 非常重要的 这一个constitution 主要他的门徒们 清楚地明白这件事情 主也要历史历代 跟从他的门徒们 清楚地看见这件事情 因此兄姐妹 这让我想到说 当我们教会里面 在讲门徒训练的时候 亲爱的兄姐妹 门徒训练应该要严格的 有一次我们在开 导师会议的时候 有人说 牧师这样严格的话 我们都没有办法了 兄姐妹 如果我们在地上 一点点的要求 都没有办法 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哀哭切齿了 坦白讲 我们华人教会 实在是松长惯了 我们最近有机会 跟这些韩国的 这个intercp的 这些弟弟兄姐妹接触 你就会发现 哇 有人说他们是不是 吃高利生长大的 所以 或者是吃泡菜长大的 不要人家这样追求 或者是人家摆上 你就说他是吃什么的 我们中国人吃的更多 兄姐妹 你可以看见 不是只有他们 历史历代 你可以看见那些 被主得着了 哇 这一些历史历代的这些人 就是所谓的得胜者 他们被主得着了 他们那个附代价 跟随主的心就是如此 因此 亲爱的兄姐妹 神的旨意呢 他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 那我们对这个 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这里我们最近 灵修一直在读的 我们要特别pay attention 当然这个广泛的来讲 神的旨意在整本圣经里面 都是他的旨意 可是特别对得胜者来讲 当我们在读第五到第七章的时候 我想我们读的时候 如果是以一个追求要做得胜者的心态来读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说 主啊 虽然这样子的标准是这么高 但是我愿意为了做 主与你一同将来掌权 一同来做王 我愿意付上这个代价 竭力的要来照着你的话去洗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 讲完了这个 讲完了这个之后 接着耶稣就举到了两个根基 有没有 这个故事我们很熟悉了 拿两个根基 拿两个根基 一个是建立在沙土上 是不是 另外一个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磐石上 好 那请弟兄姐妹注意 我们通常大概读这段圣经 我们就很容易 盘石上怎么样 就是基督身上 沙土呢 是什么 就是不在基督身上 是不是 是这样子吗 你是不是听过这样解释 请你注意看圣经怎么说 来 第七章你看看 你注意看 第七章这个地方 他提到说 两次 他说凡听见我这话 就去行的 有没有 好 二十四节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二十六节接着说 凡听见我这话 不去行的 结果是什么呢 房子就倒塌的很大 有没有 所以关键这段圣经里面讲了说 什么叫做两种根基 差别在哪里 一个是听见了主的话 就去行 所以他的根基是在哪里 在磐石很稳定 是不是 另外一个呢 听见了不去行 所以他的根基在哪里 在沙土上面 所以 风吹雨淋 怎么样 就倒塌了 所以这段圣经里面 其实他真正的意思 在强调什么 就是你听见了神的话 要去行 兄姐妹 我们听见了神的话 有没有去行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问听 听见 听见 每个礼拜天我们在听 以前坐在礼拜堂的时候 听 稍微有人打呼 马上旁边人就会 敲他 揪他一下 所以不太容易打呼 是不是 但是现在在家里 居家庇宜 在这里主如崇拜了 谁知道你打呼 完全没人知道 但弟兄姐妹谁知道 主都知道 主都知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次的疫情 让我们更多的来面对到 我们自己的信仰 没有人在管你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 不是说我们不管你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真的是不要别人管 你也可以不要管 是不是 我发现现在我们聚会里面 我们要大家开那个摄像头 是很困难的事情 我基本上是放弃 你怎么讲 他不开就不开 那就准备 当然了 每个人都有他原因 对不对 可是他 forever and ever 那这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回到一个根本的 就是 我们人很怕 被人家看清楚 我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是不是 我在家里面我穿个睡衣聚会 不开摄像头 没有人会看见 我多轻松 多自在 是不是 但丢着没 到教会来就不行了 穿个睡衣来 全教会的人眼睛都会看着你 所以我们这时候 一下发现 找到我们的真我 这个真我 就是那个evil 丑陋的我 但丢着没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仍然要操练 因为得胜者很重要的 你要操练听 圣经里面 每一次讲到听的时候 都怎么说 你要侧耳听 我发现现在很多时候 这个两代之间的问题 就是一个讲英文 一个讲中文 那么所以 这个父母亲听小孩子 讲英文的时候 就好像没听见 因为也听不懂 那小孩子听爸爸妈妈讲中文 也好像没听见 怎么样 因为也听不懂 假装对 这也是一个 pretend听不懂 听懂什么 什么叫听 听就是说 你听不懂 怎么样 听不懂也听 听不懂 注意听 我告诉你 什么叫做 真的叫注意听吗 就是当葛牧师 用英文讲道的时候 我记得 我第一次在三十年前 在奥斯特利亚英文讲道的时候 我练习了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早上 凌雄丸就在外面操练 把那个讲章写下来 然后就开始练习 用背的这样子来讲 然后那一天 正式上台讲道的时候 我就看下面的那些 澳洲的弟兄姐妹 全都是澳洲弟兄姐妹 在那边专心的听 每一个都听了 后来有人就上 讲完之后 好多人就说 Pastor Mark 哎呀 哎呀 你都讲道 真好 今天很得帮助 我就不得不忘问他 你们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很确定 很重要要知道 你们听懂吗 听懂 而且他们听得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从来没有听过 这种 所以他们的耳朵 突然就竖起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像这样子听到 你要像这样子的听 专心的听 注意的听 哎呀 好 那听了之后要怎么样 要去洗 最重要的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见 不管是前面的两种 两种果树 或者是接下来的 两个根基 还有讲到 唯独遵行神节 都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遵行 就是要行 行是什么 行就是顺服 行是什么 行就是应用 行是什么呢 就是遵守 所以弟兄姐妹 不管是在门徒训练 或者是在早上的承导 或者是在各个场合里面 我一再地强调 告诉弟兄姐妹说 要应用 要应用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听到 如果你读经 你灵修 你讲了半天 你听得很好 甚至你讲得很好 你教导别人 讲得都很好 但是呢 你却不做 那你就变成是什么 法律塞人 昨天在我预备信息的中间 那么有点时间 我想要去外面浇一下 这个果子的 家里面的一些 种的一些树 这些浇水 结果呢 这个 我们家的邻居呢 他就跟我 产生了一场对话 他就叫我 他也知道我是牧师 他说 他说 格牧师 他是广东人 那就是 我们就站在 我们家 这一边 有个火龙果 那这个火龙果呢 其实是他家种的 但是呢 火龙果 因为他是这样子 都垂着长 所以他种在 那个蓝杂的旁边 所以另外一部分 都长到我们家来 哎呀 结果今年 我们家的火龙果 大丰收啊 结石 对不起 应该讲说 他们家的火龙果 在我们家 长得结石累累 那我不知道 他们家长得怎么样 就昨天他就来 我们这个邻居 就跟我讲 他说 他说格牧师 格牧师啊 我们家这一个火龙果 今年只长了四颗 他说都长在 你们那边去了 没有 他讲这个东西 他说 他说我们在这里 浇水啊 施肥啊 这个 那我 我听他这样讲 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讲一讲之后 我就把他扯到别的主题去了 结果扯到别的主题去之后 他又把他转回来 他说格牧师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在这里很辛苦的浇水 施肥啊 我们只长了四颗 我看你们家 好像有长了八颗 他就知道我们家长几颗 他说 你可不可以拿四颗 长好之后 拿四颗给我们 听我说 你要怎么回答 好啊 感谢赞美主 你们都是天国的得胜者 哈利路亚 坦白说 我当时心里面有点在挣扎 可是我就突然想到 我们昨天的经文讲了什么 你们愿意人怎么带你 你就要怎么样带人 那就是说 你要主动去爱人的意思 爱人如己的意思 对不对 那各恒话 我又想到 有人打你右脸怎么样 昨天给他打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怎么样 哎呀 都是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些的经文 那所以 其实 那个树本来就他家的嘛 只不过说按照美国法律 长到我们家 就是我们家的嘛 对不对 可是他今天要回去 从法律上来讲 我可以不给他 可是从天国的宪法来讲呢 我就要给他了 阿们 所以我还没有跟我们家 四个旅人讲 我就打算今天公开的宣布 我们家要留四颗火龙果 给我们这个邻居 为了要怎么样 为了要做得胜者 Amen 听众说这些很多你会觉得说 这些都是生活上小事情嘛 听众说没 不 神在生活当中每一面 每一点 神都在做事 都在这边经营 都在那护理 你懂这意思吗 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 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发生在你生活当中 发生在你工作上 发生在你教会里面 发生在你小组里面 神借着很多的事情 当你决心要照着主的话 去行的时候 你一定会发现 主会让你有机会操练的 但是当你感觉到跟你自己的泪 你的肉体的意愿不相合 甚至有冲突的时候 你要顺从圣灵 你要顺从神的话 还是你要顺从自己的肉体 这就是得胜者的考验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人生当中 做一个得胜者 在每一件事情上 操练照着主的话去做 Amen 我们去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啊 我们知道你呼召我们 就是要来追 要与你一同掌权的 你不是呼召我们 只是信了耶稣 坐在礼拜堂聚聚会 主啊 救我们脱离这种肤浅的信仰 救我们脱离这种民间式信仰的观念 让我们真是成为一群 努力追求 在各样的事情上面 操练忠心 顺服你的话 寻求你的旨意 让你的旨意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 好将我们能够有一天在见你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被你称呼 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谢谢主耶稣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感谢主的话语 巴不得我们每一个都是在这条跟随主的道路上 经历主的得胜 报告 这个有几项的报告事项在这里 第一件事情 我们教会的宣教委员会 MEC的网络研讨会的三个系列的视频 已经制作完成 并且 已经放到了网上 可以点击网页的mission的页面来观看 第二件事情 我们教会有一个社区儿童的学校用品捐赠 那分配在我们的捐赠用品是我们可以捐赠活业的活业本用纸 然后是销迁笔器和索引卡 那请把你如果有这样的物资请捐送到教会来 第三件事情 我们的意向学校 是9月19号开始 八周的课程 我们定下来的时间是每周六的上午10点 使用Zoom的平台 费用是成人90块 然后青少年是70块 那教会会补助我们本教会的会员 本教会的弟兄姊妹 请弟兄姊妹可以为自己祷告 如果神带领的话 我们就参加这样的一个意向学校领受神的意向 和托付也可以在小组当中 各个小组和团器当中推广 好 接下来我们唱三一颂 然后请葛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 祝此歌 宝贵 神 tabii 为善 广贵 聪 参 有 美 ỳ 核 请弟兄姊妹 凭信心来领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度和交通 常与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全是佛的阿们 阿们 好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的崇拜聚会 就到这个地方结束 请大家末导之后上会 我们下个礼拜天见 我们下个礼拜天见